今天的体育课进行了一场拔河比赛 同队的小树蛙与狐狸猫奋力一拉 将对手麦麦拉向自己队伍的区域 比赛结束后 狐狸猫与小树蛙在场边聊天休息 狐狸猫说 刚才麦麦被拉过来的一幕 让它想起之前燃烧实验中的氧化还原反应 我们将麦麦从另一队拉过来 就好像每元素拿走二氧化碳中的氧 听到狐狸猫的比喻 小树蛙觉得有趣极了 于是它提议 等一下来进行一场元素间的拔河比赛吧 狐狸猫举双手赞成 它也想知道哪个元素最厉害 可以抢走其他元素氧化物的氧 来到实验教室 小树蛙问狐狸猫 还记不记得之前介绍的活性概念呢 狐狸猫说 它记得活性是用来评估不同元素对氧的反应 当时拿了钠 铭 铜 等三种金属 来进行燃烧实验 燃烧程度越激烈 代表元素对氧的活性越大 小树蛙称赞狐狸猫记忆力真好 回答得非常棒 小树蛙接着又问 那你还记得哪个金属燃烧的最旺盛吗 狐狸猫思考了一下 它记得钠的燃烧程度最激烈 铭的燃烧程度介于中间 而铜 则是没有什么燃烧反应 由于我们可以从元素 在空气中燃烧的难易程度 也就是氧化的难易程度 来推论元素的活性大小 因此 从上次的实验结果中 可以知道钠的活性大于铭 而铭的活性又大于铜 狐狸猫还是很疑惑 到底该如何进行拔河比赛呢 其实这个比赛很简单 你可以把氧化物 想象成一位已经抢到氧的大力士 当我们再加入其他元素进行比赛 如果这个元素与氧化物产生反应 那就代表这个新加入的元素 对氧的活性更大 可以抢走氧化物中的氧 今天我们就是要运用活性的概念 进行一场元素间的拔河比赛 小树蛙准备了五位参赛选手 金属钠 金属钙 非金属碳 金属铁 金属铜 首先出场的选手为金属钠 它的对手有氧化钙 二氧化碳 氧化铁 及氧化铜 钠在碰到这些氧化物后 会吸收氧化物中的氧 形成氧化钠 而原本的氧化物 则被还原成元素 第二位选手为金属钙 它的对手有氧化钠 二氧化碳 氧化铁 及氧化铜 钙没办法将氧化钠中的氧抢走 但是钙能将其余氧化物的氧抢走 形成氧化钙 及被还原的元素 第三位选手为非金属碳 它的对手有氧化钠 氧化钙 氧化钙 氧化铁 及氧化铜 碳没办法将氧化钠 及氧化钙中的氧抢走 只会与氧化铁 及氧化铜反应 形成二氧化碳 和被还原的元素 第四位选手为金属铁 它的对手有氧化钠 氧化钙 二氧化碳 氧化铜 铁没办法抢走氧化钠 氧化钙 二氧化碳中的氧 只会和氧化铜反应 形成氧化铁 及还原物铜 第五位选手为金属铜 它的对手有氧化钠 氧化钙 二氧化碳 氧化铁 铜没办法抢走 这四种氧化物中的氧 狐狸猫将比赛结果 整理在黑板上 原来金属钠 是五种元素中的大力士呢 能将四种氧化物中的氧拿走 此外 从表格中 可以观察到元素 与氧化物的活性大小 小树蛙请狐狸猫 将五种元素 以活性大小进行排序 狐狸猫回答 钠大于钙 大于碳 大于铁 大于铜 小树蛙称赞狐狸猫学得真快 全都答对咯 活性大的元素 本身较不安定 容易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而反应产生的生成物较稳定 活性小的元素 本身较安定 不容易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反应产生的生成物较不稳定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 元素活性大小 钠大于钙 大于碳 大于铁 大于铜 活性大的元素 本身较不安定 容易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产生的生成物较稳定 活性小的元素 本身较安定 不容易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产生的生成物较不稳定 实验中 我们以氧化还原反应 来判断元素 彼此之间的活性大小 想一想 在日常生活中 有没有哪些现象 同样能区别 不同元素间的活性大小呢? 和狐狸猫 一起脑力激荡吧!